女人进宫当上秀女 可她的孩子一出生就被封为了太子 后宫的嫔妃们尽管非常嫉妒 但还是争抢地去巴结 看着身边诺唧唧的儿子 婉姻心中也软成了一片 后宫的妃嫔们都聚集到了寝宫 祝贺婉姻诞下五皇子 皇上抱着孩子在一旁宠爱不已 看着怀中的婴儿越看越高兴 不仅要大赦天下 还要封婉姻为贵妃 而前四位皇子出生时 都没有过这样的恩典 婉姻便担心孩子人小福伯 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福气 可皇上却偏偏不听 定要宠爱她 非要抬去她不可 一旁的妃子听着皇上的话 极度地捏紧了手指 谁知好景不吵 太子一周岁时就低烧不退 还患有哮喘症 婉姻每晚都照顾在床边 身体也是憔悴不堪 这时侍女洪蕊突然前来禀告 说是名誉的贴身宫女真儿 公然诅咒太子 婉姻一听这还了得 开始怀疑太子的病情 就是有人在背后恶意诅咒 再加上一旁妃子的山峰点火 婉姻当即气势汹汹的 就往茗玉的寝宫走去 一进门 她便二话不说打了真儿一巴掌 还命令侍女去搜她的房间 真儿也不是软柿子 立刻与洪蕊掐起架来 这时茗玉与淑妃回到寝宫及时阻止 急忙问婉姻到底发生了什么 婉姻一心认为 诅咒太子的流言已经传遍了后宫 而背后之人就是茗玉 茗玉被这突如其来的罪责 弄得一脸毛 让婉姻不要相信他人的流言蜚语 两人乃是亲姐妹 她又怎么会陷害自己的亲外甥 谁知婉姻却毫不领情 一把推开了茗玉 讽刺在这惺惺作态 还没弄清楚事情经过的茗玉 看向了自己的侍女 原来一个时辰前 真儿去御膳房为茗玉拿探摩 却遭到了御厨的各种甩脸色 无奈真儿只能自己去拿 而同样在御膳房的红蕊 不仅踩了真儿一脚 还指责她拿了贵妃补身体的药管 一旁的御厨眼看两人吵了起来 为了不得罪红蕊身后的贵妃 御厨立刻将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不过就是只鸽子嘛 又不是只凤子 真儿不过是小声嘟囔的一句 就被红蕊以诅咒贵妃的鸽 打起了小报告 说完这一切真儿满眼含泪 急忙解释自己虽然用词不当 但丝毫没有诅咒贵妃的意思 可婉英依旧不肯放过真儿 淑妃见婉英身为贵妃 竟还在这无理取暴 当即就要让她离开 可婉英却又将矛头指向了淑妃 自己和茗玉同样都是她的妹妹 淑妃竟然如此偏心一心向着茗玉 淑妃闻言心痛不已 只觉得自己的一腔真情都为了口 当初婉英生下皇子 她身为姐姐不眠不休照顾了她两夜 如今竟换来这样的评价 气得淑妃连战都站不稳 婉英见茗玉不肯承认 气冲冲地离开了此地 回到自己的寝宫后 婉英算着皇上进门的时间 竟然上演了一出上吊自杀的戏码 皇上见状急忙将她抱下来 婉英则趁机告诉皇上 太子的病一直没好 都是茗玉在背后诅咒了她的海 希望皇上能够彻查后宫 为了能够安婉英的心 也为了自己最喜爱的皇子 皇上当场答应下来 这一查果然让有心之人做贼心虚 皇后一直极度婉英受宠 知道皇上要彻查后宫 他急忙将自己诅咒太子的布偶交给公务 让他找机会拿出去掩埋 宫女拿着布偶如烫手的山芋 刚准备将东西埋到墙角 看到有侍卫走来 宫女吓得扔掉布偶就转身逃走 侍卫看着地上的布偶 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急忙前去禀告皇上 看着上面确实有太子的生辰八字 皇上顿时暴跳如雷 急忙询问布偶的来历 得知是在茗玉的院外找到的布偶 并且上面的面料是茗玉独有 皇上当场惊在了原地 婉音更是在一旁 哭唧唧地让皇上为自己做主 随后皇上带领着众人气势汹汹的 去往茗玉的寝宫 一进门 皇上就直接无情地将茗玉推在地上 压根不听他的辩解 质问茗玉为何要这么做 当初他也对茗玉宠爱有加 没想到茗玉竟是如此狠毒之人 竟将独手伸到小孩子身上 此时的茗玉一连猛 直言不偶的面料不止他独有 皇上每次赏赐的东西 他都会在各宫各怨分一些 你倒是推得干净 皇上的表情摆明了不相信茗玉的话 茗玉伤心至极 知道自己怎么解释都没有 一气之下竟突然晕了过去 而经过太医的医治 茗玉竟也有了身孕 为了腹中的龙子 皇上便决定暂且放过茗玉 让他待在寝宫好好修养身体 这边皇后又亲手绣了一件披风给太子 一旁的侍女也夸赞起来 太子穿上披风异常的威风 不料夜晚太子却哭闹不止 喘不过气来因为是急症 太医拼命地抢救 终于还是无能为力 婉英抱着孩子哭得差点断气 皇上也暴跳如雷 大骂太医是个废物 眼看自己最喜爱的儿子就这样死去 皇上悲痛欲绝 他明明已经下令 将能够引发太子哮喘的失误 从根源结断 可还是出了这样的事情 皇上立刻吩咐李公公 将太子所有的贴身之物全都查一遍 务必找出引发急症的真凶 这边茗玉每天都足不出 为自己肚中的孩子嗅着平安 可突然她的肚子一阵异痒 强烈地坠头 让她意识到恐怕是要生了 真儿见状顿时慌了神 急忙吩咐身边的宫女 去请职业的公公 谁知宫女找了一拳 也找不到职业的人 真儿只能去婉英的寝宫去请皇上 好不容易敲开了门 说清了茗玉即将生产的事 却被红蕊以皇上睡下为 拒绝通报 还让茗玉忍耐一晚明早再生 红蕊的话瞬间令真儿火冒三丈 自己生孩子不挑手 变了谁啊 红蕊说完更是叮嘱开门的事 不许给任何人开门 与此同时茗玉已经痛得死去活来 眼看即将临盆 走投无路的真儿 只能连夜冒着雪天 去找宫外的接生婆 使劲 使劲啊 有了接生嬷嬷的帮助 茗玉最终历经万般痛苦 才生下了龙子 半夜皇上被外面的声音吵醒 李公公也前来报喜 表示茗玉刚刚生下了一名皇子 皇上文言顿时惊喜万分 觉得一定是上天眷顾自己 又将皇子送到了自己的身边 地旁的婉嬷却滋生了恨 想起自己刚痛失孩子 茗玉就生下了儿子 心中不禁对茗玉的怨念 又生了一份 深夜婉嬷噩梦贫乏 整夜的睡不好觉 就算是白天她也是精神恍惚 沉浸在悲痛之中无法自拔 这时宫女突然在床底 发现了太子的口哨 里面还有不知名的粉末 一想到这个哨子 曾是茗玉亲自送来的 一颗怀疑的种子 在婉嬷心底悄悄发了牙 加上一旁妃子的故意挑拨 痛失孩子的婉嬷便认定 茗玉就是杀害太子的真正凶手 是她 又是她 婉嬷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 当即冲到了茗玉的寝宫 说要看看茗玉的孩子 看着婉嬷衣衫单薄的模样 茗玉急忙吩咐侍女去拿披风 一旁的淑妃看婉嬷来者不善 立刻一个眼神让侍女将皇上请来 而婉嬷从进了房间便一言不发 静止走向了六皇子的卧皇 看着摇篮中哭闹的皇子 婉嬷伸手将她抱在了怀里 用手不停地抚摸皇子的脸颊 一旁的茗玉也看出了不对劲 吩咐嬷嬷将孩子抱走 谁知却彻底激怒了婉嬷 怒吼着让其他人不要过来 眼看六皇子哭闹不止 母子怜心的茗玉瞬间揪心 让婉嬷把孩子给自己 我的孩子已经死了 我的孩子就活得好好的 眼看婉嬷越发疯癫 茗玉轻声劝慰着 让她先把孩子放下 可婉嬷却像是着了魔 一心认定是茗玉杀了自己的孩子 想要跟六皇子同归于尽 千军一发之际 皇上及时赶到 才阻止了婉嬷疯狂的行为 随后他立刻将少子拿出 直言杀害太子的真凶就是茗玉 看到少子中的粉末 皇上也相信了婉嬷的话 不可置信地看向茗玉 地旁的婉嬷悲痛故意 直言要让六皇子给太子陪荡 又怎会听婉嬷的胡言乱语 当即把孩子抢了过来 开始质问茗玉少子是否是他送的 茗玉有口难辨 少子确实是自己送的 可他压根不知道 里面的戏粉从何而来 让皇上把孩子还给自己 皇上本就因为上次诅咒的事情 对茗玉大失所望 他也没想到茗玉进一次又一次 将独守伸向一个孩子 立刻下令让茗玉今生 都不能见孩子一面 一想到要母子分离 茗玉当即摘下簪子 刺向自己的脖子 为母则刚 他十分理解婉婴丧子之痛 可他唯一的要求就是 不要让这么小的孩子离开母亲 皇上看茗玉以死明治不像作假 还是心软地让人彻查此事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静在皇后的床下 发现了没烧干净的娃娃 其中的针线手法 跟之前诅咒不偶的布料一模一样 皇上怎么也没想到 我最终会引到皇后的身上 眼看皇后身边的侍女和盘拖出 当年是她慌乱之余 才把东西扔在了茗玉的殿外 并没有谋害茗玉的想法 皇后眼见事情败露 立刻跪地认错 当年自己也是极度晚阴 这才做的 并没有害死太子的想法 此时太医匆匆上电禀告 表示并没有从哨子中 发现任何能够引发太子哮喘的因素 那些粉末也只是 治疗太子洞窗的松花粉而已 一旁的侍女文言恍然大悟 急忙跪地表示 当初太子在玩哨子时正在屠松花粉 应该是不小心沾染上的 皇上文言顿石头都大了 原来这竟是一场误会 看着站在一旁一言不发的名义 皇上心中对她无比的愧疚 太医继续表示已经查到了 是从皇后送的披风中 查到了能令太子哮喘的因素 而披风则是皇后亲手所秀 眼看两样罪证都直接指向皇后 皇后还是不死心表示自己是冤枉的 皇上见她还不承认 立刻吩咐侍卫去查大皇族 是否也牵连其中 眼看就要牵连出自己的儿子 皇后立刻承认 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做的 听到皇后亲口承认 皇上大失所望 当场废除了她的后卫 并关进了大牢终身监禁 而婉英也终于发现 一直以来都是自己误会了名誉 心中十分后悔 竟然听信了其他妃子的谗言 心中想着怎样弥补名誉 这场闹剧也终于过去 皇后害人中害己 几年后便传来了 她病死在大牢中的消息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时候味道 我会谈尽